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剛有認識有BCD、DVD、HD 還有一個你要認識的就是影片的格式 因為影片你要編輯它,總要認識它一下 像影像來講有很多格式 各自常見的是JPG 以前我們還用過什麼?PMG 影片我們最常見的叫Windows最常見的是AVR 如果你是蘋果的就是MOV 有的你的宿位相機拍下來的大多數都是AVR或者MOV最多 現在有一些宿位相機或者是手持式的 也就是它直接錄到記憶卡的 比如像我們行車記錄器也是 所以直接錄到記憶卡的 我們現在錄下來就是MP4 因為MP4檔案比較小 講到這個我就突然想到 各位請問 你們有沒有聽過MP1? 沒有啊?MP1就是VCD MP2呢? 就是DVD 那最後一個手機也叫MP3 MP3 現在就是MP4的規格 它是用到什麼? 主要用到音樂最多 主要用到音樂最多 後來又多了MP4 MP4用到哪裡? 主要用到影片 主要用到影片 所以你如果是看那種音線片沒有附成的 很多人就是用這張格式的 不然就是用下面這個格式 RMVD這種格式 因為這兩種都有一個優點 就是品質滿高的 但是檔案會變得小很多 所以在傳出上會比較方便 傳出上比較方便 那這裡呢 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網路上除了這幾種 還有這個 這個 跟這個 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最方便在這創流式的 什麼叫創流式的? 比如說網路電視 或者是 社群網路總播 你是不是 打開 就一邊 傳送一邊聽 對不對? 還是要把這個打開 下載完傳送聽 對不對? 是邊傳送就邊聽 所以說 這個我們常在創流的 現在打個MV就是微軟的 好 微軟的 那RMVD呢 這個是RMVD 這是要以色列的 以色列的 那 另外下面這個大家就很熟悉 比如說你們看那個Youtube的有沒有 影片的按右鍵 都是Fish Fish video 所以 我們這個打 Youtube上影片加以外 有些是什麼? FLV的格式 有一些呢 是MP4的格式 就是像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是創流的 另外呢 像這個 如果你們有沒有試著把你的DVD或DCD 如果要放到DVD裡面 放到你的盾牌裡面 用檔案展開來打開來看看 沒有齁 很多人 大部分人回家都直接看過來了 那 事實上呢 如果你是打開DVD 它裡面會有兩個資料條 一個叫AudioTS A-O-D-I-O 然後後面TS 一個叫VideoTS 所以你顧名師一定會知道 影片就是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面 那 影片呢 你就會看到 它的副檔名 影片在裡面什麼什麼 點VOV 這就是那個MP4的規格 只是要副檔名是VOD 那 VCD呢 也是類似 但是 資料假不一樣 但是它是點DOT 點DOT 點DOT 所以事實上你的VCD DVD 因為它是數位化的 我們都可以拿出來 都可以把它拿出來 只是你可能要經過一個轉檔的動作 比如說你從這個德式官場 再把它轉換一下 那如果你是有在玩那個什麼 TSD那個遊戲機的 它也有那個 另外它的遊戲的影片的程式 那個格式 這樣應該就比較清楚了吧 那 再補充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手機的字 3GP 你錄下來 就是3GP 那也是需要做展檔 大家看得到 但對於比較常見的影音檔案格式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 既然 影音檔案格式那麼多 那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你可能會發現 怎麼 那個影片在同學的電腦會播 可是我的電腦就不能播 那個音樂它會聽 我的聽不能聽 我們在網際網路上 因為是比較開放的 所以隨時都會有新的那種 測試啊 跑出來 江戴就比較沒有 江戴面的 打開你家電視 然後就上網更新一下 有像網網這樣嗎 就隨時upcode一下 沒有吧 所以江戴的工作就比較自視啊 就是大概定了就定了 那 那 電腦上的可能就定話比較多 那我們現在呢 先帶大家一個就是叫做 願用影片電碼 也就是說 你到將了它之後呢 可能你 應該大概百元一九十五 你大概百元一九十五的以上的影片 你應該都可以播了 都可以 就是影片或聲音 因為 這個呢 就好像我們講 語言一樣 你講日文 如果他沒學過日文 他就聽不懂 這樣他聽不懂 對不對 那 今天如果有 適當的波動 解碼 或編碼的 這個程序 那他就會看得懂 所以這個 很單純 你只要按下部 下部 就會成功 這個最新的 現在好像是七點六 所以我把它放在這邊 各位來看一下 我把它放在FTP上 所以你來看看 來 你在我們這邊 我們上節體是這個資料條 下節體上來這個資料條 點進來 好 老師共享資料 有沒有找到一個這個 你就下部 下部就把它執行完 就好了 在這邊 因為我這邊已經講了 雖然是英文的 但是你應該不知道怎麼叫下部 對不對 嗯 這樣就可以了 那雖然之後呢 他本身 也會足以一個波動的程序 波動的程序 不過呢 我一般比較少用他 大部分用我們 待會兒要介紹另外一個 叫做Keym Player 這邊沒有 來 在這裡 你在我們剛剛 FTP上 有沒有另外一個Keym Player 你們平常用的波動程序 這邊是維良的那個 Media Player 各位 是因為這個 這個 各位 好用嗎 不是很好用嗎 但有的但沒有嗎 不但有的一堆嗎 如果你要看這個DVD 他就不是有很好的 不斷程序 所以很多人會再去叫什麼 他用DVD 問DVD 之類的 那這個Keym Player其實也蠻多用的 那麼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你就點兩下 裡面這個不用蠻張 所以你點兩下打開就可以了 那這個軟體本身呢 他都是什麼 都是單元的 所以 你看 我們如果把這個影片 比如說你看這裡有影片 我們如果把它加下來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點進來 我們之前不是有講過這個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你看你把它按下載 有沒有 MVD或FLV 那 如果你電腦沒有 市場的公共投資 你就沒辦法看 那我現在呢 已經把它加下來了 還可以多看一下 來 好 這裡有一個 嗯 對 別忘了說什麼 給你切開 欸 沒有 好吧 那就先用這個好了 我把它丟進來 這個是我們早上做的 用那個雲端的做的 早上這個做到這樣子 我看大家可以打開 你嗎 好 那 如果你看到這個 那你就把它丟進來就好了 那 假作你要哪一個畫面的話 假作我要這個畫面 假作我要這個畫面 怎麼辦 來 數字 的快速線是什麼 好 它不是要加西吧 欸 不一定是貼上 它比較加西 原來方面 已經速度要剪貼過了 所以呢 我只要 帶我 任意的把它貼上 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影片我們透過它 貼上頭 就很簡單 就可以直接把它貼進去 不一樣 不過今天各位 你要加的時候 請你不要再剝的時候 是不是 請你先放停 大腿一下 哈哈 因為如果沒有停下來 有可能高大的 就是中間比較模糊的 好 好 那 這個檢測加西 你看 按右邊 截取 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檢測加西 對不對 我就直接付在檢驗部 那假設你不再付在檢驗部 你看檢測加一 或者按右鍵 它就把你的取材 把你選的畫面 直接存成一個檔案 好 就存成一個檔案 也可以 所以 甚至你要加一部份的影片 或者只加聲音 也都可以 好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 這個情節創聯圖版 什麼叫情節創聯圖版呢 所以你們一起照片的時候 有些照相館有沒有 如果有一個書章 它會給你一個舒服樂 有沒有 就是你裡面大概寫哪幾張 這個情節創聯圖版就是像那樣子 也就是說我們的照片 是一眼就看完了 可是影片 你現在多放一次 你才知道它在講什麼 那 所以我就把影片 把它一個一個加好 所以我現在做給你看 來你看 按右鍵 截取 新增 創聯圖版 好 它首先問你 你要存在哪一區 那這個你可以自己選擇 好 接著你的尺寸 就是這張照片的寬度是多少 還有呢 你要有多少張 四四四十六 整個影片就要幫你加十六個去買 加十六個去買 那下面呢 你要不要它的版案出去 你要不要 它告訴你說 加這個畫面說 這第幾分 第幾秒 第幾個 好 我們就先到預設局 我就先把它抓起來 好了 這要玩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街面上 喔 這裡有一張有沒有 好 你看一下 我直接用這個打開 這樣你有沒有比較清楚 我的這張影片在講什麼 你看 它有告訴你 喔 你是這個檔案 檔案多大 尺寸多少 有沒有它的秒數多少 三十九秒 那 所以它這個它沒有說 第二格 第四格 第十三格 第三十四格 這樣你了解嗎 好 最好就比較容易知道說 這張影片要講什麼事情 好 那它這個 它會自動幫你 就是交 所以你不用告訴它 它就自動幫你去切 這樣子 所以我去K-1朋友 還會是一個 不錯的 一個播放軟體 好 給大家稍微看一看 那我就把它幫給大家 囉